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千三百年前 西州一个春日 十二岁的少年 补天兽 新养的厉害 墙头那边 花在开 鸟在叫 孩子们在闹 可他 他在写作业 先生也真是 明天就放假了 您不能选个短的文章 让我能抄吗 有额多好 干嘛要抄论语 话说孔夫子 您怎么那么难说啊 还有郑夫子 您干嘛非作主呢 我抄的胳膊都酸了 抄慢了心情 抄快了字没写好 先生看了怕是要打板子 咦 抄完了书 反倒不那么着急出去玩了 纸还有扣语 夫子写得 我也写得 写书今日了 先生莫闲迟 明朝假日 早放学生归 我哪能跟夫子比呀 先生要我每日三省无声 今日请读书的事儿吧 他到测书役 我到测书男 测书还测读 还需测眼看 先生 学生 哪个时代都一样 都一样啊 小补同学抄书的时代 儒家典籍成为通行的教本 作为唐朝的周线 中央政府在西州科局取释 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中原文化教育 在吐鲁番进一步得到推行和普及 火焰山下 孩子们的作业和当时的中原并无二致 宝玉喷仔 鸡燕糟糠 离世奈逃 带鹿霜 老金然和 冬日藏 炎热干燥的气候 极深的地下水位 和居于其上的砂石层 避免了储藏空间的返潮 这份作业得以安宁的 齐居于纸张上 土鲁番是文书的天然储藏库 这里发掘的文书中 最早纪念是西晋元康六年 齐居于纸上的万千文字 在漫长光阴中碰撞 融会出云云众生下 好好 世情图 树边兵士的思乡 政府公务的繁忙 佛光普照的宁静 懵懂学童的畅想 每一份文书 都有一段故事 时代的风云交汇 和个体的悲欢离合 在典籍 信诈 契约 佛经 医务书 药方 超注中 若隐若现 这成为今人最大的幸运 让我们可以 几乎不费什么力气 就可以摇关那个 千百年前的中国 小小少年 补天兽并不知道 他所抄写的论语 郑玄柱中 八印 智人 工也长的三篇内容 成为当世仅存的 郑玄柱版本 以前三百多年前的一天 这个童心盎然的 纯真少年 在火焰山下 揉着发酸的胳膊 为中华民族 留下了一粒 光彩夺目的龟宝 等待 静静等待 突然有一天 他得以重见天日 一千三百年前的少年 仿佛就在眼前 自曰学而实习之 主义悦乎 有本自愿方来 主义乐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